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基金会华人分会依照过往的惯例 在餐务会当中介绍中国不同城市 今年配合四川成都的主题 除了有别致的会场布置 还有四川变脸 延长中国书画表演 和名厨示范四川彩 餐务会今年踏入22周年 希望达到20万元的筹款目标 为华人社区提供有关心脏和中风的研究 以及预防宣传推广工作等等 加拿大心脏及中风基金会宣布 将会在今个月26日晚 举办晚会为研究基金筹款 主要的成本都是帮助做研究 以及健康推广 今年的筹款活动进入第22周年 主办单位希望达到20万元的目标 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华人社区推广 心脏健康 今年晚会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以四川成都作为主题城市 到场的善长 除了可以品尝地道的村赛之外 还可以欣赏变脸等四川民间艺术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